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每當股市出現急跌,我們都會聽到恐慌指數急升的報導 究竟什麼是恐慌指數?對股市有什麼啟示? 恐慌指數,即是VIX,傳名是芝加哥期權交易所波動率指數 主要是根據標普500指數的期權價格 推測未來30天標普500指數的波動 VIX上升反映股市大幅波動 代表投資者不安的情緒高漲 因此VIX被俗稱為恐慌指數 相反VIX下跌反映股市波幅收窄 投資者的情緒較為平穩 舉個例子 在2007年到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 VIX曾經由18點這個水平持續上升至接近90點高 反映市場極度恐慌 同期標普500指數大跌接近一半 值得留意的是當VIX升至異常高位 往往代表市場已出現恐慌性拋售 股市嚴重超賣 後市有機會出現反彈 因此有不少投資者 都以VIX作為相反指標 最極端的例子發生在2008年 VIX最高見過89.5% 至於其他關鍵的金融事件 如98年亞洲金融風暴 千禧年科網泡沫爆破 VIX都大概在49點左右見頂 總結而言 VIX俗稱恐慌指數 VIX越高反映投資者越悲觀 股市下跌的風險越大 不過當VIX升至異常高位 代表市場已出現恐慌性拋售 股市反而有機會見底反彈